好久没有和大家聊椅子了 今天和大家聊聊这两款来自保有的产品 金豪B的二代和金豪E的二代 这两款椅子和我也是颇有远远 金豪B的一代产品是我们上次评测用的椅子 而金豪E的一代是我在公司一直自用的椅子 所以说我也算这两把椅子老用户了 不管是我自己和同事的亲身体验 还是网上的评测内容和用户反馈我都有关注 所以这次除了二代的乘坐体验的改进之外 我还会重点聊聊那些在一代上我认为有待改进的地方 以及金豪E的产品和金豪B的产品线在功能上的一些区别 会聊得非常细 我们开始吧 包装方式我这次要给一个大大的好评 上次金豪B几乎就是散装用过来的 金豪E虽然感觉好一些 但还是分成了椅子气棒和椅子腿三个部件 经典三段式的数学是 这次金豪B和金豪E的组装难度极大降低 因为根本不用组装 拆开包装就能看见椅子已经完整的组装好放在里面了 直接拿出来一个崭新的椅子就诞生了 相较于之前散装合成的方式 高情上说叫少了点拼装的乐趣 或者说省了豪些事 真的点个赞 外观设计上两把椅子放在一起 说实话我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金豪产品线的家族式设计吧 里面材质上B和E都使用了美国的MATRIX的网面织物布料 官方宣称二者使用的Quantime的面料等级并不相同 但摸上去都是那种特有的粘手的质感 而不是Wintex那种光滑的手感 实际体验上金豪B的做感相当柔软 是我和同事们坐过的网面椅子中最软包裹性最好的一把 而金豪E的支撑性则有好上不少 更接近于我个人对人体工程学椅面材质的一个要求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次金豪不但更新了自家的网面布料 变得更加柔软了一些之外 还加入了分区支撑系统 在受力的位置 例如椅背 腰靠 坐垫的主体部分 使用了更硬的网布作为支撑 而在诸如座椅前沿 椅背下缘都使用了相对柔软的网布来分散压力 这样不但更加舒适 也可以减少边缘硬力集中导致的压迫和紧张感 关于软硬这个事情 从理论上来说 软一点的椅子自然舒适性是更好一些的 硬一点的 支撑性强一点的椅子 对屁股和大腿的压迫感会少一点 久坐不容易发麻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毕竟椅子这个东西还是比较私人的 选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 头枕可以升降移动和调节角度 而且这一代的头枕改进了卡扣的松紧度 不会出现一躺下突然下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椅背的支撑性依然很好 尤其是对肩部的支撑性非常明显 椅背高度也可以上下调节 上下调节的挡位也变多了 不过调节挡位从上一代的卡扣式变成了自锁式 挡位虽然绵密了不少 但是实际体验大概是这样的 我跟大家讲一讲 我对二代的升降椅背 一点小小的屏幕 这个是一代的 它是卡扣式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眼 你把椅子升降最高 往下一推 这就锁住了 这是从最低到最高 底下 给大家看二代 它是不近视的 所以说 这现在是最低状态 你升到最高 它就下去了 它就下去了 你必须得查着数 查着档位 一二三四五 这样才能锁住 你还得看一下脸面平平 之前作为附件需要独立安装 但是超实用的轮椅扶手 不至于那个独立一件 变成了整合隐藏式的选配件 外观更加简洁了一些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代今好改进了分体式椅背的连接树设计 织物的弧线和柔软度 都和椅背的主体部分有所不同 一代存在的减背感问题大大降低 背部的一体感就更强了一些 腰部支撑依然还是好评 面积大 弧度大 镜头大 靠谱 尽管支部变软了 但是支撑力度还是足够的 包裹性的也更强了一些 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抱怨说 金豪的腰部支撑力度太强了 当然还有一些朋友说太弱了 这次金豪还加入了腰称弹性调节旋钮 可以调节腰部的支撑力 官方宣称可以调节40% 我们实习体验也是很明显的 通过调节腰称和椅子 主体框架部分的连接力 来调节腰部的支撑力度 软硬调节是能够感受到的 大家自己调节一下 游戏就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了 而且这项功能并不是高端的E系列的专属 B系列同样可以调节腰称弹性 iPhone近来的 此外提醒一下大家 腰称力度不是越大越好的 过大的力量可能导致腰椎前倾 不利于健康 过度追求腰枕的强度其实是不可取的 另外腰枕过于前度可能导致背部被顶出一辈 导致肩背部悬空 长时间不但不舒适 也可能会导致老损 所以这个可调节的腰枪 其实是非常实用的人体工学设计 所以椅面可能是上一代比较有争议的地方 很多朋友和我们反映说 做时间长了腿麻 这其实是两方面因素 一方面是椅子的支撑力不够压迫神经 这就跟很多人说买沙发不能买太软的是一个道理 这一代B系列变得更软了 只能说各位没事就站起来待会吧 有利健康 当然话又说回来了 如果网面椅子都觉得软的话 那传统的海绵椅子可能会觉得更闷更软更难受 当然了E系列和上一代的软硬变化幅度不大 腿麻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椅子的前端各大腿 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 我是习惯椅子升高 桌子放低 显示器抬高 把自己埋进桌子里的那种人 弹幕要是有人和我一样的话 扣个E我看看 好吧 可能是我这人腿又短 椅子又太高了 椅子一高 双腿就要离地了 大腿和椅子前端就要亲密接触了 这个硬的不像话的前沿就开始折磨大腿了 直到后来买了脚撑 大腿前缘抬高之后 这个状况才有所改善 这一代金豪确实改善了这个问题 前端的弧度变得更大 植物也变得更加柔软 里面硬硬的填充物也被移除了 生硬的不适感大大降低了 椅面依然支持前后移动 幅度还很大 我们这两把金豪还加入了躺树板 就是腿升 不是伸缩式的 是折叠式的 看上去就非常的高级 不展开的状态像是椅面的延伸 尤其适合我这种坐姿非常不端正的人 盘腿或者半靠在上面非常不健康 但是特别舒服 完全展开之后能够支撑到的位置 大概是小腿腿肚和脚踝部分 躺起来的感觉也不错 俯手是我对上一代金豪最大的不满 松垮手感几乎等于没有的锁定 让整把椅子的质感下降非常多 2代明显改善了这个问题 尽管还是没有锁定 但是手感改善了不少 另外可调节的角度更大 金豪E的2代还加入了前端抬升的俯手 对日常办公打字敲键盘有不错的疗效 说到这是不是感觉 金豪B和金豪E好像没啥区别 除了植物的支撑力之外 几乎所有的结构和核心体验好像都差不多 当然了确实是差不多 别着急 接下来我跟你说说 你多花这小一千块钱花在哪了 很多人买椅子的时候不重视底盘这个事 但其实金豪B2代和金豪E2代最大的不同 就是这个底盘盒 很多金豪E2代的专属功能 也是基于这个全新设计的底盘盒衍生出来的 首先 底盘内部的受力结构 从双弹簧改成了和哈曼米勒Aaron 类似的波线双弹片的结构 发力更加平顺 金豪B2代和金豪E2代都有的单杠控制 就是一个波杆同时控制座椅前身 高低升降和椅背抚养 但是在金豪E2代上 这个波杆旁边还有一个转轮 用来控制椅背抚养的力道 上一代的金豪E其实就有这个功能 但是做的非常不好 小波轮跟手要拖拉机似的 声色难顶不说 转个十圈八圈跟没转一样 做的时候基本没啥操作 这一代得益于内部结构的变化 不但好顶了不少 而且转个一两圈就能感受到明显的弹力的变化 变得更加易用 体重大一点的朋友调重一点 后躺不吃重 体重小一点的朋友调轻一点 躺的就比较轻松 因人而异 这也是人体工程学座椅的核心功能之一 此外左侧还加入了一个前倾模式的拨杆 打开之后 椅背在完全立直的模式下 会更加前倾一点 适合浮按写作的朋友 这个功能在之前国产的工学椅上很少见 实际体验下来能够感受到背部和腰部的支撑 主观上也有利于维持背部的挺直 很实用 左侧扶手上还有两个小按钮 这也是这一代金豪易新增的功能 无限控制 两个小按钮分别可以控制 抚养锁定和升降调节 实际体验上 抚养调节锁定的感觉挺好的 尤其是躺下的时候 往下摸右侧的拨杆不太方便的时候 往那么一按就能解锁 挺方便的 但是升降调节就不那么好用了 坐着的时候只能往下调 不能往上调 想要抬高就必须站起来一下 一步到位 瞬间下落 不实施不进调节 就和拨杆调节差不多 只能说金豪的单拨杆设计太方便了 反而这些电子化的功能 只能充当补充的功能来使用 不过算是一种很新奇的体验 而且这种按下按钮就能调节的操作 比弯腰摸这个拨杆还是感觉上优雅一些 其他的就和以前差不多 TV认证的气棒 一体成型的铝合金仪腿和静音轮子 这个轮子我多说一句 很静音 很顺滑 但是有点太顺滑了 在光滑地面上完全不能使劲 你一使劲它就动 没办法 我自费购买了几个重力自锁的轮子换上 一劳永逸解决麻烦 希望厂商也能加入这样的设计 总和来说 金豪B二代作为基础款 拥有金豪E二代几乎所有的核心功能 美国Metrex网面 优秀的人体工程学支撑 可调节的腰秤 全新的扶手设计和折叠式的脚称 回到2000元的售价 几乎可以体验到一线人体工程学座椅的全部功能 性价比非常高 而进阶的金豪E二代则拥有全新设计的底盘 更加易用的抚养弹性调节 智能性更好的植物网面和无线控制功能 体验也更加全面 售价也只归了千元不到 事实上上次做完椅子项目之后 我还偷偷去试了很多和金豪同价位的椅子 试了一圈下来 我个人还是觉得金豪的产品 依然是比较趋近于标杆产品这个定义的 尤其是金豪的一承真的很舒服 这一代金豪感谢了上一代产品的很多不足 当然了和上一期椅子节目中的观点一样 买一把好的椅子 对自己年轻的老妖好一点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任何问题或者是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友善交流 这是F科技 我们下期再见